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小高老師 我是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畢業 現在在師大研究所念標音術 我的主修是音樂劇導演 平常除了自己有一個劇團之外 也接觸非常多小朋友的教育 幫小朋友寫了很多劇本 今天上的內容主要在講故事 如何從故事到角色的扮演 我會一邊講故事 一邊讓小朋友演一些角色 比如說愛麗絲夢遊仙境 裡面有貓咪 有毛毛蟲 有壞皇后 裡面有花草 樹木 然後他們經過森林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扮演那些東西 經過講故事的過程 先讓小朋友熟悉以後 再讓他們願意來扮演 來一起遊戲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爸爸媽媽會跟著小朋友一起 當小朋友很開心的時候呢 感覺到爸爸媽媽也更融入 那爸爸媽媽願意站出來表演的時候呢 小朋友也更願意一起加入 一起表演 我覺得除了可以開發他們勇敢表演這一塊 以外呢 還可以讓他們享受整個過程 也可以讓他們親子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好 歡迎各位小朋友跟我們來一起玩喔 在每個六日 在板橋435 我們都有一起來 有藝術 有戲劇 有音樂 有美術喔 所以如果爸爸媽媽有時間 想帶小朋友一起來玩的話呢 就來找我們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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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比較緊張 會很難做的 你想要死去 也會不會 於是 就要